在幸福旅行的单元当中 我们常常带你看到世界各地非常有名 有设计感的这个酒店 或者是饭店或者是旅馆 不过我相信 大家跟我一样最感到兴趣 而且又好奇的 应该会是每个酒店的总统套房 今天我们要带观众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位于浦东上海这个地方 一个高楼层酒店的总统套房 它的view非常值得各位 好好的欣赏之外 我觉得虽然我们的家 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空间 可以来做总统套房级的装潢 可是今天 我绝对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还有你想看好空间的渴望 每次当我有机会 可以看到每个饭店或酒店的 总统套房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知道平常 我不太会有机会 可以进来这个空间 我想这也是观众朋友的心声 那么今天张设计师 我们要看到这个总统套房 它的频数很大 对 有150平 150平 对的 那空间的规划应该就很好用了 是 是 是 一般总统套房 我们一般会很期待说 它到底会有哪些空间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空间 它是有串长性的 比如说从餐厅 客厅 还有书房 还有主卧的浴室空间 还有它的睡眠区 它都是面向景观的 都可以看到view 是的 一般如果要面向景观 它在我的概念 它必须是拉成一个长条形 才会有采光 对 没有错 因为为了面向景观 景观空间去串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拉得很长很长 那么你从这个空间 走到最后一个空间 你必须倒回头走过来 可是在这边很有趣是说 它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OK 那观众朋友 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 今天要看到这个 有非常好的景观 位在高楼层的总统套房 接着我们想给各位看到的是 它在这个总统套房当中的 公共空间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以客厅为一个中心来做发展 对 在这个公里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客厅 很漂亮的圆形客厅 还有一个长条形的 一个餐桌跟酒吧 那它的餐桌 其实它是具有会议功能的 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除了住在 这个总统套房以外 它是可以有商务会议的 可以来这边完成开会的 OK 你比较在乎的 可能是客厅这一区 还有可能是商务会议餐厅这一区 但我的眼角直接瞄到的是 麻将区 而且它打麻将的时候 你知道你往外看出去的景色 竟然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台 没有错 所以它景观非常好 放了一个景观很好的位置 来放这个麻将空间 其实也很有趣 也很有趣 对 而且它客厅的部分 它就会跟我们一般居家空间 在摆沙发位置 跟电视主墙的那个逻辑 就不一样 对 这思维不一样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说其实整个空间 卖的还是景观 所以每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每一个单独面 都有自己的一个景观面的时候 主沙发就必须去面向景观 而不是像传统一定要面向电视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在这间总统大号房的设计当中 刚才张设计师观察了一下告诉我 它有很多的概念是以双双对对的概念 去做设计的 对 没有错 是 比如说书房它会有两个书房 两个书房有一个是男主人书房 它比较具有景观面 然后甚至有一点 它是外向性 可以对外做一点商务洽谈的一个书房 那在这同时呢 另外有一个是女主人的书房 那女主人书房 它是比较柔的 桌子是属于椭圆的 那就是说 在这个同时都需要使用这个书房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冲突的 OK 这样的概念双双对对的概念 待会在卫浴空间 我们也要介绍给你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到 它在这个空间当中 它这两道的镜面墙 广座的真的蛮特色 就是你进来一定会先看到它 是 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它是有一个统一的与会 一直在这个饭店当中被看到 它就是一种属于 外墙切割食材的那种贴法 一种乱食的贴法 可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一直在重复出现 也许一会是木皮 一会是镜子 那一会可能是玻璃 喷砂 甚至于说这些线条 它都带上了切割面 OK 所以像这样的与会 会用不同的材质跟形式 一直呈现在空间里 对 不断地拜出现当中 好 那么接着转身 我们要带你去看看 是拥有一个超棒 然后整个普通最美夜景的 一个卫浴空间 对 我们去看吧 这间卫浴空间一进来 我觉得光看它的食材 就已经很惊艳 因为其实这样的食材 真的蛮少见它的样式 对 这个食材它非常非常地有装饰性 那也就是说吻合我们整个需要 很装饰的那种感觉 很华丽 很华丽 是的 OK 那另外我们来看说 这样的一个大的浴室 它会有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 双双对对的概念 还是有延伸进来吗 是 没有错 因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双脸盆 那么这个双脸盆它很有趣是 它有一个底部镜 那绕了两个框以后 又有两个镜 那也就是说它有镜中镜 那种双框的感觉 它是双的感觉 老实说我也还蛮喜欢 它下面那个镜柜 因为它做得好精致 对 下面的镜柜 它其实也是两个柜子的概念 虽然它同一个台面 它做了凹凸面之后 会感觉它对应到那个镜子 下方有一个柜子 它也是双的概念 那么它的表面贴材 它就是用镜子去做 切边斜边的概念 然后去小片小片去拼起来 所以就会有那种 很奢华的感觉 总而言之会是女生喜欢的一个空间 是的 好 双双对对的概念 还放在哪些地方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大浴室当中 主要是一个泡澡区 是一个景观的澡缸 那么这个景观的澡缸 它是可以有两条通道 可以到这个位置 从左边右边各一个通道的同时 就是说我要泡澡了 我可能带一点小毛巾 从右边走 从左边走都行 它会有两个浴巾的干燥价 那就是男女主人的需求 已经都兼顾到了 对 两边走 两边走 它有两边都能够上到这个浴缸 对 跨过去这个浴缸墙 同时从两边可以走 OK 浴缸一个 可是通道的这个入口两个 两个 那宵尔间也只有一个 对 那宵尔间更好玩就是说 它宵尔间也是整个 一个轴心面向这个浴缸 那一般我们宵尔间 是不是只有一组的冲水 对 没错 对 在这个宵尔间里面 它有两组的冲水 所以你不会抢那个宵尔 同时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这个双的概念呢 另外一般我们就是说 我们可能男女主人 同时使用的时候 还会有什么 就是会有 也使用马桶的时候 对…马桶… 对 所以在这边呢 是双马桶间 所以可以同时 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来的时候 不会错过 对不对 对 真的很贴心 从里到外 双双对对的概念 是有照顾到两边的需求 是的 OK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空间应该满足 你想要一窥总统套房的好奇心 在接下来幸福旅行的单元当中呢 我们也是会尽力的 想要去介绍一些很棒 然后很有设计感 很美好的空间给大家 也希望各位不要错过喔 今天同时也要非常谢谢 我们的张设计师了 谢谢